99年武汉摩山事件是传说中的龙所为马 当狂风大作时 众人看见湖里有类龙生物一跃而起 随后700多棵大树被拦腰截断 这样离奇的事情你一定会怀疑它的真实性 但它的确在湖北摩山发生过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1996年的6月22日晚上19点35分 地点湖北武汉的摩山风景区 当时周边的村民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农活 正在匆忙地赶往家中 而有的则已经吃完了晚饭 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悠闲地散布成凉 但突然离奇的事情毫无征兆地发生了 原本风平浪静的湖面上 实在一瞬之间变剧烈地翻滚了起来 随之而来的是水面突然凭空升起了一团神秘的白雾 迅速地朝着摩山风景区的方向席卷而去 当时其他地方都还较为平静 可诡异的是唯独这团白雾经过的地方 竟然狂风大作 一起伴随的还有飞沙走时 现场本就天色昏暗 再加上剧烈的狂风 一些村民们眯着眼睛在望向那团白雾时 他们竟然什么也看不见 突然骤变的诡异天气本就使人心生疑惑 但还没有当村民们反应过来时 一团白光豁然出现 只在一眨眼的瞬间便又消失不见 随之而来的是摩山的风景区方向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传进了人们的耳朵里 然后又逐渐的安静了下来 此时还惊魂未定的村民们 想着摩山上应该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于是他们连忙朝着山上跑去 想要解除心中的疑惑 然而到达现场以后 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再次震惊 只见一棵棵水桶粗的大树 全部被拦腰折断 这些可都是七十年至上百年的苍天大树 其中还有非常珍贵的品种 这些大树在从白雾凭空出现到发生巨响之后 这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内竟然全部被折断 事后摩山风景区的工作人员于永辉接到了电话 当他赶到现场以后 也为这眼前的一幕震惊不已 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多年的他 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现象 于永辉仔细地勘察着现场 在进行轻叠以后 发现共有七百一十多棵大树被折断 继续走进山里查看 他们发现这些倒下的树 形成了一条极为明显的通道 从湖边一直延伸到摩山的山腰位置 就好像是有什么巨型生物从这里走过了痕迹 这件诡异的事情在当地迅速传开 有很多摩山附近的村民 也表述了自己当时的经历 事发当时在水泵房值班的老秦说道 当晚他正在屋里休息 不知为何突然狂风大作 房屋玻璃也被刮得乒乓万象 紧接着水泵房也在剧烈地摇晃 老秦感觉到泵房随时都有被风刮走的可能 并且外面还伴随着树木折断的琵琶声音 更加离奇的是 事发时还在湖里作业的几名渔民说道 在事发之前 他们就看见湖里露出了一个龙头 体积十分庞大 而且从那团白雾升起到狂风大作时 几位渔民还亲眼目睹了像炉一样的白色烟柱 在湖面上冲天而起 紧接着摩山风景区就出现了大片树林被折断的事件 所以人们都认为这件事应该是龙所为 不仅如此 摩山很多村民都还知道 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 东湖旧有人曾看到过有龙在湖里喝水 喝完水以后的龙也是化作了一道很粗的白岩 然后腾空而起直冲天际 所以对于99年6月的摩山事件 当地人确信是出现了龙 并且他们还在树倒塌的周围 发现了七八个大洞 洞里面还有直显草被拖进去的残留 所以他们说这应该是龙走过或居住过的痕迹 还是有人看过里头 看到什么了 看到龙的 在湖里喝水 波及达的以前从雪岛里起来 就是一刀白岩拉大 那又南丑这个样子 白岩子 就像个岩子一样 往上一冲 就把树都搞淡了 地下全部有洞 但是还不是一个洞 只有七八个洞 为此当地百姓还在山上修建了一座龙王庙 这里每日香火鼎盛 人们也在这里祈求着风调雨顺 健康平安 在此希望屏幕前的朋友们也给个关注点个赞 祝你和你的家人顺风顺水 百病不沾 对于99年这次的武汉摩山事件 人们也给出了三种说法 第一种便是飞碟说 毕竟在94年时 贵州贵阳也发生过此类事件 那就是文明世界的空中怪车事件 当时有人目睹了空中一个巨大的飞行器经过 然后当地400多亩松树林被整齐的拦腰阶段 这件事也被列入了中国UFO的三大悬案之一 第二种说法便是下击暴流 摩山事件发生以后 便有专家前往调查和分析 他们认为这是高空中的冷气在向地面冲击 由于当时的风速很大 应该超过了每秒60米 所以速度也非常之快 这便是十分罕见的下击暴流现象 因此而导致了摩山700多颗大树蓝腰折断的结果 这种说法应该也是最为科学的一种解释 第三种说法便是真的有龙存在 龙给我们的印象总是熟悉而又陌生 关于龙的存在与否 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其实有关于龙的事件 在我国也是屡见不鲜 从1934年的营口坠龙事件 到1944年的松花江坠龙事件 再到07年的高游龙吸水事件等等 据说都曾经出现过真龙的身影 更有很多朋友也留言说到 自己或者身边的亲友都曾亲眼目击到过龙 所以这次摩山事件 也有很多人说这的确是出现了龙 从湖里腾空而起的白色身影 再到摩山山腰里的巨大洞穴 还有那形成一条通道的倒塌树木 无一例外的都说明了有龙从这里走过 也就是人们口中常常所提到的 走焦化龙 所以朋友们 对于这次的摩山事件的三种说法 你更倾向于哪一种呢 我们下期再见